大王骨汤白菜炖豆腐 大王骨汤白菜炖豆腐 除此之外葱姜可以了 就这些东西啊 先把它放在这边 骨头先洗一下 洗骨头之前我要先把它焯水 先接上水 把这个骨头呢 焯一下 烧水 骨头 洗一下 可以用这种大半骨也可以用排骨都可以 如果用排骨呢 炖完之后排骨肉就吃了 用这个半骨炖呢 炖完之后 这肉就不要了 好 准备一点葱 把这个葱 还有姜 把皮刮一下 和葱 丢到水里面去腥 冰 白菜 也可以用更大的白菜 那我做这个菜呢 买个小白菜可以了 把这个外面都不要了 把这个外面都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炒这个菜的时候啊 大网骨汤白菜炖豆腐啊 炒这个菜的时候就切白菜要注意啊 白菜帮和白菜叶就上面这部分要分开啊 这可以了 这一会洗一下啊 把这个分开半 下面就不要了 然后继续分半 白菜帮和白菜叶分开的原因就是一会要炒白菜帮 叶就直接炖了 叶就直接炖了 叶要一炒的话 就炒粘味了 就没了 所以呢 把这个 这点就不要了 把这个白菜帮 一会洗一下 再切一刀 这个仍然可以炒 因为大部分还是帮 一会儿 这个就留着 直接炖了 这个再来一刀 可以了 这个放在一边 一会儿留着用 一会儿炒白菜的时候呢 需要大量的葱 葱 葱花 所以 这些就够了 豆腐 用这种汤用的豆腐 稍微洗一下 稍微洗一下 中间来一下 然后 切这样厚块 准备一会儿用 姜切几片 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烧成一锅开水 用这种法郎锅 法郎铸锅的好处就是 它 保温呢 包括密封性 比较好 所以炖时间很长 这个肉 这个水也不会下太多 炖这个骨头的时候呢 还是要放一些姜 和葱 这边开了 开得很大 墨子都出来了 墨子都出来了 墨子我来撇一撇 ここ 这是 直接进法郎铸铁锅炖 这个骨汤呢 你要知道 这个骨汤炖上两个小时 可以 要把这个肉 把它都炖出来 这个肉的汁 可以了 炖起来 两个小时 小火关到最小的火 炒白菜 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白菜呢 炒棒 再把这边洗一下 好了 炒白菜啊 许是大王骨汤 白菜炖豆腐 倒油 不放点油 炒白菜 炒白菜香啊 要等这个油特别特别热的时候 再把葱姜放进去 然后把白菜倒进去 把白的斑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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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白的斑呢 把白的斑倒进去 要听到白菜进这个锅的爆炸声 要不然就不叫大网谷汤白菜炖豆腐了 差不多了我感受到很热了 葱姜下白菜 噓 把这白菜炒粘 炒到有糊边才好 炒粘 倒酱油 继续加骨汤 你要白水就没有肉香味了 所以大王骨汤 一定要骨汤 白再炖豆腐 先加这么多 把豆腐下进去 为什么要码成片 码成一层 一会儿晚上撒盐 这样的话盐能铺在豆腐上 可以浸到豆腐里面 一部分盐 可以了 因为放了很多酱油 放这些盐可以了 把白菜心放在这儿 上面 再放两瓶汤 加盐 关小火 炖 可以了 好了 20分钟 我来看看 可以 上面这个白菜叶 基本上还没有 特别 特别特别的没有形 是吧 变成化成水了 到这个程度呢 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关火 豆腐 这个菜 看到没有 豆腐都炖出这个 恐龙眼了 这个菜 这个水到这个 你看 不沸腾了之后 慢慢慢慢 剩白菜了 这个时候 把这个锅 直接上桌 直接就上桌 不用再怎么盛盘里 盛碗里之类的 直接上桌吃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盘子 就是 取是 大王骨汤 白菜 炖豆腐 看一下 你别看这个菜啊 看起来有点 嫩呀 是吧 你不知道它有多香 你不要忘记啊 骨头汤炖的 这可是大骨头 大骨头汤炖的 看到没有 把这豆腐 让你看到 看到没有 全是窟窿眼 不行我得先吃点 这谁受得了 哎呀妈呀 哎呀我天呐 好吃极了 你不知道有多好吃 有机会我给你做吧 有机会我给你做吧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事 我给你做什么事 我们都没有起来